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改善用路环境连接台中坛子到丰园的中89线 这是地方的重要道路 但是因为车流量大导致着路面均裂而且行人空间狭窄 严重的影响到了通行的安全 因此明代是向中央地方一共争取到了4000万的经费 重铺道路设人行道以及庇护岛等来保障用路安全 路面凹陷破损到处都是补丁痕迹 人行空间也狭窄不友善 这里是中89线 因为车流量大道路已经不堪使用 汪行路连接到丰园市台中市的主要道路 路面不平整 轨类让机车址安全上很有问题 希望尽快来改善 车辆来来往往不断重压路面 中89线是连接坛子与丰园的重要路段 但路面均裂破损严重 不止车辆行驶颠簸 行人也因人行道短小中断而显向还生 于是立委杨琼应邀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预计将2100公尺涵盖连村路 丰心路一二段的路段重新铺设 调整孔盖标志增设人行道等 总金费约4000万元 中央与地方储值各半 预计明年3月发包工程 目标7月完工 我们主要的也就是将我们整个路口的天然线一定要整理完毕 还有这个耗制也要重新整理 那最重要的在中间安全岛的部分 这个屁股岛一定要好好的做好 让这个用车人都能够更加的安全 还有一个在路面上面我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人孔盖 所以我们这一次会改善60%的人孔盖 让用路人绝对一定要安全 那我们整个没有关联的行人道会重新来施设 让整条道路完整的路边都有行人道 那这样子做起来会整个安全性非常的高 那同时我再次强调照明设备 因为我这里的交通流量很大 24小时行人也很多 所以这个安全我们也要特别达到 这条道路真的设计得非常非常的棒 这个设计设计在这点美观还安全 带着一个地方 地方期盼改善工程能提升道路品质 为坛子丰元地区的居民带来更便捷安心的交通环境 地方期监制项